大家好,我是魔法创作师,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 胶带并不陌生,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它。 用它来沾一些物品非常的方便,但是把胶带用完之后放起来。 下次再用的话,胶带头就非常的难找到,每次来来回回转上几圈都没有找到,让人十分的烦恼。 要用支架扣好久,这样也比较麻烦。 即使你找到了,下次要用的时候又不好找了,那么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?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,其实方法特别的简单,只需要一根牙签就能很轻松地搞定。 当你要用胶布的时候找不到头了,先不要用手来回地搓,这样不仅找不到胶带头,还会使胶带头变得更加的难找了。 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,利用牙签这个常见的小工具,牙签尖锐的一端,可以轻松插入胶带层中,随着轻轻旋转胶带,牙签就会被胶带头卡住。 如果第一次没找到,可以换个方向再找一遍。 找到胶带头后,可以用牙签划过标记出来,方便下次使用,找出胶带头后,大家也不要丢掉牙签。 有些朋友会觉得在使用胶带的时候,特别难断开,如果没有剪刀和刀子在身边的话,怎么断都断不开。 其实方法很简单,我们也可以借助牙签来帮忙。 一般胶带中间是比较脆弱的,它会承受所有的压力。 所以我们断胶带头的时候,可以将牙签放置在胶带的中间,用力往下一楞,就可以轻松将胶带断掉了。 与此同时,我们用完之后呢,就可以直接把牙签粘在这个胶带头的地方,像视频中一样,然后把它贴起来。 这样的好处就是,我们下一次在用胶带的时候,那么就不用费任何力气去找了,只需要找到这根牙签,然后轻轻地这样一拉扯,胶带就打开了,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轻松省事呢。 其实除了牙签之外呢,如果家里面没有牙签,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比较锋利的东西,像别针或者是家里面的绣花针等等,都可以用到。 那么如果家里面找不到,像牙签这样比较尖锐的东西的话,那么也可以用第二种方式,用家里面的硬币,我们都知道硬币它非常的坚硬。 而且呢,硬币的边缘处也是比较锋利的,并且棱角分明,我们就可以利用起来。 利用它的这些优点,我们也可以很轻松地找到胶带头。 全程也非常的简单,也不需要废眼睛,我们就只需要像视频中一样,把硬币这样斜45度的角,也轻轻地转动胶带。 刚才说了,胶带的表面非常的光滑,如果在这样转动的过程中,突然感觉前面有阻力,有东西阻碍我们的硬币前进的话, 那么就说明,这个地方就是胶带头的位置。 不用去怀疑,直接用硬币在上面轻轻地这样戳几下,胶带头就会翘起来。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,用手将它撕开了,非常的简单,根本不用我们用手指甲,一个劲地去抠,去抓支甲都被抠得生疼了。 以这种方式来呢,就一点都不费支甲,而且不费吹灰之力,就可以把它找到。 那么和之前一样,用完了之后,就直接把硬币这样贴在里面,就可以把硬币贴在里面也不影响美观。 而且呢,下一次再用的时候,就不用再费力去找胶带头了,我们只需要这样轻轻一扯,胶带头就自动打开,非常的简单快速。 每一次用完了之后,我们就把它贴在胶带头的位置,下一次就不用再麻烦地去找了。 第三招钉子,扎一个钉子在头上。 手一拔就找到胶带头。 需要剪胶带的时候,用钉子戳一下就断了,比剪刀还方便。 那在没有各种工具和牙签的情况下,我们又该如何把它扯断呢? 接下来,就把几个简单又实用的小方法,交给大家。 首先把胶部封好纸箱。 钥匙家家户户都有,我们每天都会携带,就可以利用它来断胶带了。 把钥匙锋利的一面,放在胶部的中间,然后用手轻轻地划一下胶带,它就能很轻松地断开了,比剪刀更方便又安全,还非常的实用。 那万一身上没带钥匙,那该怎么办呢? 接下来徒手断胶带,把箱子封号之后,用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,捏住胶带的边缘。 上下同时用力,胶带就很轻松地松开了。 没看清楚的朋友,再给大家操作一遍。 两手拿住胶带的边缘,相互用力,这样胶带就能很轻松地撕开了,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呢? 生活中有很多女生力气小,徒手撕不开,那该怎么办呢? 第三种方法,那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笔。 把箱子封号之后,用笔尖扎一扎,胶带很自然地就断开了。 它和牙签的原理都是一样的。 扎上几个小孔,轻轻地一拉就断开了。 这些方法你们都学会了吗? 或许很多朋友都会说,胶带上面放上一根牙签太不美观了。 有没有更简单快速的方法,找到胶带的开口处呢? 那肯定是有的。 每次用完胶带之后,我们都可以把胶带头,像这样折叠两到三层,这样胶带就会凸起来。 开口处就一目了然,非常的明显。 所以胶带头一眼就能找到,非常的方便又实用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。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,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。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,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。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,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。 别忘了关注我哟。 感谢您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了。